小姐 薛光明 薛光明 我搞瘋了 他出差了 還沒有回來了 你进去家属 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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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到吧只打不开了 其他绕镜 需要马上手术 还在他爸呢 亲自 先生 我老师还是让我静一下 谢谢啊 不对啊 先生 先生 看看你们家孩子 还有啊 孩子头一天就可能排便 拉出来是绿色的 不用紧张 因为孩子啊 在母亲的子宫里吃到的都是羊水 回头啊 拉两次 吃了奶就正常了 还有 等一下呢 我们做一个清理筛查 我们那 人哪 那老太太 不会是人贩子吧 这不让倩 你找谁啊 我找丁雪 丁雪啊 他已经转回病房了 一 已经生了 小雪 生了 生了 孩子呢 被人抱走了 什么 孩子确定没保住医院 结果是砍了 没出去啊 那老太太说是孩子的外婆 我知道了 等一下 好 老爹 你看看 小雪生了 生了个女儿 老爹 睁开眼睛看看 这里面的病人什么情况 该晚期 估计就这几天了 老爹 走吧 我们有外孙女儿了 好 光明 老姐 你们一定要把 婷婷好好待她 不要让我失望 我们一定会把体力带大 带好的 我们再晾一遍 小雪 没有 阿姨 你吗 你是不是 915项目研究到了关键时期 马上就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 千万不要谢待 行 你们就不用送了 就到这儿吧 好 知道了 好 谢谢您 不客气 您慢走啊 再见 徐老师 915项目可救了我们公司的命啊 明天想请您去槟城开个论众会 徐剧房的事情搞定了 您看一下协议吧 不用看了 你辛苦了 什么事啊你 好事 什么好的事情啊 给你看张照片 看照片 那天给你说好的 王老五 钻石的 我告诉你我不看 看吧 看一看 不看 那程相公早就想看 我还不给他呢 看一下 看看怎么样 六十出头 但是你看您这面相 说五十都有人信 人家呀是法律专家 全国好几所大学的 课做教授 怎么样 动点心没 不可能 我说 这老弟你走了七八年了 该考虑了 什么七八年 走了才六年 六年也不短了 就你这身子骨 蹦得二三十年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你总一个人太寂寞了吧 我有伴儿 谁呀 就是我的伴儿 那孩子总归是要长大的 我就是姥姥的伴 姥姥不用再照片的伴了 把姥姥说的心里 姥姥 我吃饱了 好好好 吃饱了 去赶洞画片 好 赶洞画片 这个孩子就是包野和当 跟你小时候一样的 妈 你快坐下 我们有事要跟你说 你说 你说 你的主意 我说不合适 那我说就合适了 行喽 不用说 我猜都猜得到 有了 怀二胎了 什么了你爸 都没有的事 您快说嘛 行 我说 我跟您说这句话呀 您可沉住气稳住了 别吓着您 你想不想个大男人 这么一点事情 磨磨叽叽 磨磨叽叽 太费劲了 说吧 不是 是我跟 小雪啊 我们俩 准备离婚 怎么回事你 离婚这种事情你是说着玩的 你听我跟你解释嘛 是这么回事 光明的研究所不是跟一家医药厂合作吗 那个老板还有个房产公司 开发了个学区房 刚开盘就卖光了 但是啊 他们私下留了几套等着升职 答应原家卖给我们一套 所以啊 我们要再买一套房子 我想请问你 你这套房子你才买了几年 你住了几年你要买房啊 那可是重点小学的学区房 我们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婷婷啊 为了婷婷 你别再跟我提什么离婚 就算是原家也必须贷款 首套房贷款要付三成 二套房呢要付七成呢 就这七成我们也拿不出来啊 所以只能委屈一下 去办个假离婚 也就是说 首先是为了要贷款 贷款是为了要买学区房 对 所以才需要假离婚 谁让你去干这种不着调的事情 我就说了别跟你说 婷婷知道了 我怎么可能告诉婷婷啊 你要不说 她怎么会迟早 反正事情我跟你说清楚了 这件事情呢 我们得抓紧办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行了 行了 行了行了 大小姐 都几点了 才起啊你啊 我跟你讲啊 今天婷婷要过去拍毕业照 千万不能让孩子迟到了 妮妮啊 姥姥来了 快出来吧 我帮您的 出差了 半夜接个电话 明天早早门风机去 冰城了 妈 我们商量了一下 等光明回来就去办 办什么呀 我您跟你说的事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你们昨天说的事我不同意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是你妈 我不是小孩了 所以不能做傻事 干什么劝你 干什么劝你 我们单位讨论进京会也没事 一会儿你把婷婷带回去 不是去民政局吧 光明在槟城呢 我一个人去民政局旅行啊 行了行了 你别管 来 一二三 这次给的预算 这次给的预算 大家都知道 就这么点钱 肯定从各方面都要经检人员 至于 哪些人能参加这次进京会演 议委会敲定了 自然就会公布出来的 到时候没去成的 希望能体谅一下我的男主 丁选 这次 你要不帮我一个忙 发扬一下风格 让顾晓曼上吧 为什么呀 团长 都是我演A决的 当初审理事理的调研 都是我上的 是 按资历 按管理 都应该你去 可 团的要培养新苗子呀 我要再不给年轻人点机会 就正就误助人了 再说 顾晓曼 一直在团里坚持这么多年 加油在外地 他有他的困难 团长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 什么叫顾晓曼坚持了那么多年 我从音乐学员毕业 分配到团里就一直在坚持 要说坚持 我比他的年头长 我来给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 就是我国法律界的 著名专家学者康友德 康先生 不敢 不敢 就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工作 你好 你好 这个呀 是他的宝贝外孙女 许婷婷 你爷爷好 爷爷好 你好 康先生 我想先解释一下 这大梅这个人 就是特别的热情 今天我是被他生生地拽来的 不是说好了吗 就当多认识个朋友 我不能让康先生误会吧 团长 你就别安慰我了 反正这次北京 我是一定要去的 我真不是安慰你 人家那个薛总 上咱们这儿来了好几次 点着名字就想请你去啊 哪个薛总 就是 在海城城包演夜场的那个薛总啊 这是他的名片 你可以跟他联系吗 你说的是这个草台班子呀 你可别看这个私营演艺公司 一年能赚个几百万呢 你要是统一去 不管一个月赚几万块 更完事了 您就别说了 说一千到一万 这次演出机会我是不会让的 好吧好吧 你啊 让我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 就这么定了 丁军 这个名片你先拿着 万一哪天你想通呢 什么人 你是团长还是我是团长 咱们自己也知道啊 这上了岁数呢 人的毛病就多了 很多事情你看不惯 但是你还想说 可你说了吧 就惹人家不高兴 爸爸 明天 你看错人了 爸爸出差一去 怎么可能是爸爸呀 是 爸爸 在哪儿呢 那儿 光明呢 光明呢 出差了 我们半夜接个电话 明天早早门分机去 冰城玩的 哪儿呢 是婷婷她爸爸吗 梅姥姥 那是我爸爸 刚刚坐车走了 要不然我打个电话 直接问问吧 给谁呀 徐光明啊 打电话怎么说 告诉她 你看见她跟一个小妖精 从酒店里出来了 你想想后果 你要是跟他们说了 不管是真是假 就你们盯雪来火爆脾气呀 把他们两个就毁了 明白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 看见了 就装作美一看见 对 就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没发生 妈妈 跟雪回来了 梅阿姨 我妈呢 回家取点东西 让我看着婷婷 快进来 换鞋 妈 我回来了 干什么呢 妈咪回来了 妈咪回来了 下面起风了 我过来找件衣服给她 那是书房 挺挺忙碍在这儿 我找女朋友伙似的 很迟她 陈老师 就这儿 这么快 去吧 孟主啊 我還是不明白 你看你大學這些年 帶過你的老師不少 我既不是你的班主任 又不是你的 畢業論文導師 這種好事 為什麼落在我頭上呢 因為您在我的心中 與眾不同 餵 對在酒店呢 哪兒的酒店 當然是濱城的酒店 怎麼了有什麼事嗎 算了算了等你回來再說吧 行 我我明天就回來了 好 拜拜 濱城那個地方也沒什麼土特產 所以回來啥也沒帶 但是呢我給婷婷買了一個禮物 婷婷喜歡嗎 喜歡 來給她起個名字吧 她叫萌萌她是我妹妹 好那就叫萌萌 是要辦得順利嗎 順利其實就是十分鐘的事 很快就解決了 那怎麼不早回來 本來是想昨天晚上回來的 但是他們老總啊 會留我們在那兒吃飯 本來說今天還要請 我說家裡邊有事 就提前回來 爸爸昨天我看見一個人 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不會吧 姥姥也看見了 可姥姥非說我看錯了 真的啊 媽 怎麼了 沒事吧 坐久了可能腳有點麻 媽怎麼了 你是不是生氣了 沒什麼媽有點不舒服 我想跟你睡一會兒 不舒服那你上樓 我說你這個孩子啊 你就是個糊塗蛋 你把話說清楚了 我怎麼了 你就是個糊塗蛋 你今天是不是腦子出問題了 對 我腦子出問題了 莫名其妙 回來了 好 丁丁睡了 來 媽今天怎麼了 不知道呀 莫名其妙的 你說 她是不是更年輕沒跟完呢 對了 你見了那邊老總 他們怎麼說的 房子的事情沒問題吧 沒問題 說好的事情怎麼會有變化呢 行 那我們下午就去明鎮局吧 結婚證呢 你是不是拿走了 我沒動 那上哪兒去了 前兩天我還看見了 會不會是媽拿走了 有可能 我終於想明白了 為什麼我媽會生氣 她就是不想讓我們去辦假離婚 這證啊一定是她拿走的 跟她怎麼說都是不明白 她怎麼越來越糊塗了呢 那怎麼辦啊 什麼怎麼辦啊 拿回來啊 我說這個丁雪 幫我晾兩件衣服 到現在怎麼還不來啊 媽 媽媽媽你先坐 你別著急 那婷婷你幫媽媽點吧 肉排 好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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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那個大小姐 她幹的那個活 親都沒親乾淨 就這麼亮起來 好 你們的離婚協議書太簡單了 教育費 撫養費的分擔 都是原則上的 沒有具體金額 還有婚前財產的認定 我們都是成年人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們知道存在的風險 我們一會兒還有事呢 麻煩你抓緊辦吧 爸爸媽媽 婷婷 婷婷 媽 怎麼 你們已經是 進去 把你們的結婚證 給我換回來 媽你幹嗎呀你 別聽了你聽我姐 我不要聽 進去 把那個結婚證給我換回來 你以為過家家呢 這個結婚證人家收回去 就作廢了 拿回來也沒用 你說得好你以為過家家呢 那好啊進去 馬上去辦婦婚手續 媽你幹什麼 我們剛辦完離婚手續出來 現在進去 人家以為我們存心搗亂呢 你腦子是不是糊塗了你 媽 你幹什麼呀媽 你是不是瘋了 過去 我但是不要你管 小雪 媽 今兒再先回去 先回去行嗎 來來來聽聽 媽 媽 再先回去 走走走走快 媽 媽 別生氣了 你先喝點水 天天啊 你先到屋裡去玩會兒 爸爸跟姥姥說點事 快去 快快去吧 把姥姥的包拿進去 媽 爸 您這怎麼了生這麼大氣 我跟小雪我們就是假離婚 這不是之前都跟您說過了的嗎 這倒為什麼不同意吧 除了擔心我們 不會是因為我出差的事吧 那一天我跟婷婷在賓館裡看到的 是 那個人真的是你啊 是 怎麼回事 是這樣嗎 那天呢 我本來真的是要出差的 可是去的路上呢 我們才得到消息 對方的老闆去了上海 臨時有變 所以我們就到酒店去跟他開那個電話會議 那個女的呢 那個女的 她就是他們公司在這邊的負責人 他們他們公司在在那個酒店包了一個房間 作為他們在這邊的聯絡處 媽 我們可真的是單純的工作關係啊 回來為什麼不說 媽 小雪的脾氣你不比我清楚 她太敏感了 性子有奇 萬一我要跟她說了我去出差沒去成 那她還不知道怎麼想 再說我跟一個女的去了酒店 那她又知道了更是不依不饒 如果真那樣的話我就是有一百張嘴 我也說不清楚啊 光明啊 我不願意聽到家裡邊有什麼爛七八道的事情 小雪脾氣臭強勢 我知道 這幾年讓你在家裡受盡的委屈 我也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她心裡是愛你的 再說 你們兩個有個定義 我知道媽 我放心吧 我不會出任何問題 你在家還坐得住呀 你怎麼不去找我呢 那時候做好媽的工作比什麼都重要 那應該給我打個電話 我打了呀你關機了 我後來開機了 我長那麼大 我媽還從來沒打過我 媽不是也替你著急嗎 你別往心裡去 反正什麼都愛你的主意辦完了 我告訴你 你可不能騙我 我騙你什麼呀 本身你嫁給我這樣一個從鄉下來的人 就是上當了 你現在人都嫁給我了 還有什麼能上當的 反正你不能騙我 好了好了 放心 不會騙你的 你們單位真是的 買房子不給大產權 孩子上學還得判局處證明 你呀趕緊把咱們的學區房搞定 聽見沒 行了那你去吧 你不跟我一塊去嗎 我今天單位還得開個會 今天啊正好能碰到他們公司的人 我想可以的話 就趕緊把那個購房合同給拿回來 這事咱們得抓緊 免得夜長夢多 好那我走了啊 您好 記住證明辦好了 謝謝不客氣 好 對了洗手間在哪兒呢 出門往右走 謝謝 好 那天酒店的事你公約解釋清楚了 那她怎麼說 光明說那個女的本來就是冰城那邊的一個經理 那一天她臨時取消了一個什麼出差計劃 留在這兒開一個什麼網絡會議 不管開什麼會 應該是在辦公室開 跑酒店開什麼會呀 許光明說聯絡處就設在酒店裡頭 媽媽 你怎麼來了 你剛才跟梅阿姨說什麼呢 我 我倆沒說什麼 真的沒說什麼 真的沒說什麼 天天啊 你告訴媽媽 那天姥姥帶你出去玩 你說你看到爸爸了 是真的嗎 是真的 姥姥也看見了 姥姥說那不是 天說我看錯了 那你覺得你看錯了嗎 我沒看錯 就是爸爸 爸爸和一個阿姨在一起 媽 你從小教育我 做人要誠實 不能撒謊 那你現在告訴我 是婷婷在撒謊 還是你在撒謊 你這孩子氣性太大 聽阿姨給你解釋 丁雪 我不想聽 你就是生氣也得搞清楚什麼原因 搞清楚生氣的對象吧 你媽不跟你說是為你好 她不跟我說 倒跟您說了是嗎 我不是幫她分析嗎 那你們分析的結果 就是什麼也別告訴我 把我當成瞎子籠子 眼睜睜地看著 我跟許光明去明鎮局離婚 阿姨 你叫我怎麼說嗎 丁雪 不知道怎麼說 那您就別說了 我們家的事 您別管了行嗎 丁雪 講得真好 可是我撿到臨床的時候 我看你皺眉頭了 我怕我們等不及啊 可是臨床試驗是必須的 可是時間要是那麼久的話 我們根本等不起啊 等得起等不起都得等 這是國家的規定 這事情是可以變通的吧 沒什麼好變通的 這是藥物 這是要進入到人的身體內部 這是用來治病救人的 可藥它也是商品啊 就算是商品 它也是特殊商品 看看合同 好 這是那個身份證婚姓 你要寫你老婆的名字啊 寫誰都不一樣啊 寫誰都不一樣啊 可是現在你們兩個人已經離婚了呀 那寫誰的名字可真的就是不一樣啊 一樣 是 好啊 行行行行 謝謝謝謝 那以後再過來 好的好的好的 慢走啊 小姐你好 有什麼可以幫您的嗎 我想買房 你們那個學區房疊催上塵還有嗎 很抱歉 您也知道我們這個是施重點的學區房 開盤沒幾天就已經賣光了 您可以考慮一下我們公司其他的樓盤嗎 我聽說你們內部留了幾套房子沒賣 沒有 我們所有的房源都是公開銷售的 您可以查的 那你幫我查查 三號樓二單元四零三十賣了沒有 已經賣了 已經付了定金了 什麼時候賣的多少錢啊 上個月 價格是每平方兩萬三千四 總價是兩百四十三萬 謝謝你啊 謝謝你啊 不客氣 許光明 許光明 許光明呢 這是在跟我說話嗎 你一直說許光明老師 他在外面找小三 拿買房子騙我離婚 你說他是不是混蛋啊 當初我怎麼勸你的 別去辦什麼假離婚 你不聽啊 這我還得問你呢 他在外面有小三了 你不告訴我 還非說婷婷看錯了 還幫著他欺負我 你還打我 你先坐下 孩子啊 我打你是因為你太糊塗 這兩口子的關係呢 就像這一杯水 婚姻是這個杯子 感情是這裡邊的水 感情再好沒有這個杯子 那這杯水灑了 今天你們手裡拿的 兩個小紅本 就是這個杯子 用了這個杯子 你們才是夫妻 才可以踏踏實實地 在一起過日子 可我跟許光明 連杯子帶水都沒了 我去收樓處 剛剛問過了 人家整個樓盤都賣光了 一套都沒了 你在說什麼 他就是騙我離婚 在外面有人了 許光明 你給我來這套是吧 偷聽 是我讓他在裡頭躲一會兒的 媽不讓我出來 就是怕咱倆吵架 可你這麼說 我實在聽不下去 許光明 你是不是有小三了 什麼小三 你胡說什麼呀你 媽跟婷筠都看見了 你跟小三在一起 這事我跟咱媽都已經解釋過了 現在我跟你再說一遍 那個女的 她是我們單位合作公司 在這邊的負責人 我們那天去酒店是 臨時改變了行程 去跟他們老總開電話會議 回去解決問題忙到半夜 我根本就回不來 但是很多人呢 不信你一個人去問 我光明正大 我乾乾淨淨 乾乾淨淨 那你怎麼不告訴我呀 我不告訴你 我是怕你瞎想 因為你根本就不老實 行了 你不是需要心平氣殼地 把這件事情講解清楚 媽 不是我不想講清楚 之前我也跟您說了 可是您也看見了 不管我說什麼 她不相信我這是關鍵啊 比如說這次 我只要跟你說沒去城 回家必然是這種 你會問 你不是去槟城出差嗎 怎麼又沒去了呢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呀 現在又蹦出來個什麼小三 因為你可疑啊 你有完沒完 沒完我就是沒完 我我我告訴你 你要是再這麼沒完沒了 不講理 我跟你就真沒什麼好說的了 許光明 你就是居心不良 我居心不良 我居心不良 咱倆現在都離婚了 我還在這兒費什麼時間 跟你費什麼話 你承認吧承認吧 你就是哪兒買房子 騙我離婚的 你承不承認 丁雪我告訴你 咱倆結婚這麼多年 我一個事也沒騙過你 你要再像這樣胡搶 完全不講道理 我看咱倆不如就真的離了算了 你還怎麼著怎麼著吧 許光明 你混蛋 你無情流氓 你這個大騙子 你要是不要我了 你直接就說 你不要我聽聽 我會查聽你嗎 哪兒買房子騙我 什麼便宜的學區房 你這個大騙子 這是合同 就等著你簽字呢 你看看 你看看是誰的名字 我騙你 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我告訴你 丁雪 我看咱倆也差不多就到這兒了 你不可理喻 媽我還有事 我先走了 你趕走 我怎麼不敢走啊 你走給我試試 我試試 我現在連走的權力都沒了 我就走 我偏走 許光明 你回來 你給我回來 你回來 瘋子 看到了嗎看到了嗎 翻天了 以前惟惟惟惟全是裝的 騙子 就是個瘋子你 我怎麼了 你是我親媽媽 許光明耍無來她騙了我 你不罵她你怎麼罵我呀 就因為我是你的親媽 我才敢在這兒罵你 你什麼時候給我改改 你那個臭脾氣啊 遇到什麼事情 火冒三丈 拍桌子給我打板凳呢 這樣能解決問題嗎 不管怎麼樣 我在這兒坐著呢 她許光明她是一個男人 是你的丈夫 你給她一點臉面好不好 這些年來什麼事情 她一讓再讓 你呀就是得寸進尺 怎麼全是我的錯呀 好 爸爸 音音啊 吃飯了沒有 吃過了 姥姥今天給我做蝦吃了 那你給我吃點啊 音音啊 把鞋換了去洗個水 嗯 許光明 等房大辦下來 你還打算去復婚嗎 姐取決於你 什麼叫取決於我呀 不管你心裡怎麼想的 我告訴你 我不怕你 是 你怕過誰啊 怕也就是只有別人 怕你的怕 你什麼時候變得 這麼有骨氣了 我有骨氣 我一個鄉下人 攀上你這個高針 連我爸媽現在 都不敢來看孩子了 你不僅有骨氣了 還長能耐了 把我媽說得團團轉 到處都向著你 這叫公道自在人心 熟是熟非 所有人心裡都有數 行了行了 我說不過你 反正 到時候復補復婚隨你 我丁雪絕對不會勉強你的 終止合作 他們吃人藥 怎麼能這樣啊 這眼看著 就要進入臨床了 他們怎麼能說撤就撤啊 撤就撤 家有吳童書啊 不怕招不來金凤狗 史密特知道嗎 知道 全球時代藥氣之一 怎麼了 實話告訴你啊 他們哪 非常想跟咱們合作 而且啊 條件又不得多 所長啊 黃老明啊 你不當家啊 不知道拆米貴 史密特公司 開的價錢和條件 那都很不錯的 這是我的項目 我不同意這麼幹 黃老明啊 雖然這項目是你研發的 可經費呢 那是鎖裡停了 準確地説 這個項目 應該是鎖裡的 長香紅二十九票 王秉順十五票 秦淑蘭四十七票 恭喜秦淑蘭 溪出的 這項目是誰 這項目是誰 不是嗎 你不可以 要不要再以為 你一下子 你不可以 我這麼想 我已經知道 多少個和二十五票 都是啊 他不會有的 他不會是 他不會是 他不會打他 你 是好 好 志利 老齐 你自己说说 你们家配得这个奖吗 程相红 瞎起什么哄啊 大梅 你不知道这事是怎么着 周围 齐叔兰的女儿和她女婿离婚了 丧火了 别急快下来 是 这家都没了 还拿什么无好家庭奖 简直把大牙都笑掉了 胡说 我爸爸妈妈根本就没离婚 你小孩子佳佳的知道什么呀 不信 问你姥姥 你胡说 这孩子干吗呀 这孩子 沉默以后不愿再开口 沉默以后世界安静了 上天让我们相守 为何又走到尽头 曾经的温柔已经无尽的被偷走 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 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 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 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 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 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 最后一次解脱 你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住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沉默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难道就不能回头 曾经对你说 怎么能忘了说 再一次 再一次 抱 我